清朝收复台湾第一功臣是谁 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想起 就是施朗将军啊 但是各位应该都忘记了一个人 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收复台湾功臣 姚启胜 在我身后就是姚启胜总督的陵墓了 这里是他的老家 浙江绍兴科桥区 但是整体来看的话 来到这里拜业他的人确实很少 打仗无外乎两个关键因素 第一个是情报 第二个是后勤保障工作能不能跟得上 而我们的姚启胜总督 则是负责了这两个方面 情报方面 他竟然派遣自己的视野 乔装打扮 进入到台湾地区 去侦查记录 当地的民风民俗 海水涨落的情况 甚至绘制出来了台澎地区的具体地图 作战地图就是这样来的 哪个地方有礁石 哪个地方有港口 哪个地方容易重埋伏 你看 这就是人家做的工作 经过几年的努力 终于编转成书 交到了康熙皇帝手上 这也成了康熙皇帝 对台湾事务 决责的一个重要的依据 那么后勤保障工作 他又是如何做的呢 在打荡的时候 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姚启胜虽然没有直接冲向战场 但是 前方战士的吃喝拉撒 全部都是姚启胜供给的 他甚至变卖自己的家产 向朋友亲戚借钱 给朝廷捐了二十多万两的银子 用于安抚支持前线士兵们的对台战斗 您说这个人伟大不伟大 那么为什么到最后我们没有记住他 反而是光记住了施朗将军呢 因为施朗将军对台成功以后 捷豹直接走水路 绕开了福建 绕开了他的顶头上司 姚启胜总督 直接送到了北京 捷豹在手 富贵我有 管谁是谁呢 是不是 还有一种说法 当时他得罪了明珠 明珠一笔之下 就划掉了姚启胜对台工作的重要功绩 您说是不是可惜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老铁这期视频 都能够记住这样一位 历史上曾经对台工作的一位先行者 功臣 姚启胜 你说他图的什么 图的只有四个字 祖国统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